好 說到中秋節的活動烤肉 北市府統計前兩天 總共接獲了十件的烤肉陳情 包括在住宅社區路邊 或是烤肉店的油煙檢舉 而今天是廉價最後一天 市場還是有很多的延潮 大家來採購青菜 除了菜價便宜之外 很多人是因為最近實在吃太多烤肉了 必須要體內環保一下 傳統市場一大早 湧進大量人潮 有人拉著手拉車 有人手上提著大包小包 中秋廉價進入尾聲 但民眾搶買食材封烤肉 似乎還沒結束 年價剛玩大魚大肉吃太多 所以多吃一點青菜 蔬菜三把五十塊錢 現在又降回來五十塊錢 以前一把就四十了 說穿了就是菜價便宜 人人都愛的高粒菜 從一棵隨便秤起來破兩百塊錢 現在一棵只要一百元左右 玉米損也是從一盒五十元 漲到三十元 另外小黃瓜四條也才四十塊錢 民眾對價格很有感 反觀攤商們卻認為 人潮變少了 六日比較好 對 昨天的話 人潮就少一點了 是的 那今天可能 明天大家都要回去上班上課 所以人潮可能沒有那麼多 該買的大家要買過了 除了碳商們把備貨量減少 中秋廉價烤肉也另外引發 十多起的異物梗吼以外 大多是被燒肉竹籤穴 或是烤肉刷的刷毛魚刺等等 卡到喉咙 醫師提醒可以多喝點水來緩解 但千萬不要再吞飯 或者是其他的食物 另外北市府基於防疫 今年也一律禁止民眾在河邊公園烤肉 往年盛大的景象 今年無法看到 只能在棋樓或是自家頂樓烤肉 而北市府統計 今年中秋廉價前兩天 共接或實踐烤肉陳情 包括在住宅社區路邊 或是烤肉店油煙的檢舉 民眾烤肉還得兼顧防疫 才能烤得放心 吃得安心 久不見留下安征就要煮太報道 Ekst demon 建議 建议 聖子 後大 orer 後大的 會 感谢观看